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专门说一说关于python的安装以及python的一些比较实用的酷 比方说这个numpy,pandas这些比较实用的酷的配置 还有就是说咱们要玩python首先咱们需要一个可编译的环境吧 咱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些可编译的环境咱们该怎么样给它配置起来 那么首先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python的这些事 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 就是说python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python2,一个是python3 很多同学也是问我就是说关于python版本的选择 到底选2好呢还是选3好呢 其实可以这么说,无论你是用3这个版本还是用2这个版本 基本上你想干的事,你想玩的东西都能玩起来 大家不要纠结于这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比较熟悉python了 你已经是把这个2.7就是说这个老版本或者说这个经典版本已经安装好了 其实你也没必要再去把咱们这个python2.7给它更新成 现在已经是达到一个3.6版本了 如果说你是一个python的新手,就是说刚开始要接触python 那么其实我觉得咱们刚接触python用一个python的最新版本也是不错的 比方说就用现在的这个3.6版本也都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这么一句话,无论你用2还是用3 咱们接下来以后的课程当中你想玩的东西其实都能玩起来的 大家不要纠结于这一点 然后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安装 其实在windows环境下这个python的安装就是说非常简单的 大家只需要把你想要的版本给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它是一个.exe文件 对于这个.exe文件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说一顿下一步下一步浏览然后选择目录一安装就完事了 是一个全自动化的配置 当咱们就是说把这个python下载安装完成之后 咱们还需要做一个事 就是说咱们要配置一个环境变量 我们来看 就是说咱们假设咱们现在已经点完了一个downloadpython 比如说这个2.7.13 点完之后咱们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安装完之后 安装完之后你还需要配置这样一个环境变量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环境变量咱们先要找到这个系统的环境变量 就是下面这个部分 我们看系统的环境变量里有一个叫做path的东西 咱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path里看一下我这里是不是有一个python2.7 也就是说我现在用的是一个python2.7的版本 咱们在这里如果说你是没下过python的 咱们需要在这里增加一个目录 增加的目录就是说你要新建一下 新建的目录是哪里 就是你安装的一个路径 比方说我现在给它安装到了e盘 那么现在你就给它在这里 新建一个e盘python2.7就可以了 咱们只是简单的配置一下这样的一个环境变量 然后配完了这个环境变量之后 咱们要做一件什么事 配完了环境变量之后 咱们可以打开咱们的一个cmd cmd就是像是咱们windows的一个命令行似的 咱们可以直接搜索一下这个cmd 咱们打开这个cmd之后 咱们可以输入一下这个python 我们一看现在输入一个python 它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 就是说这块多了一些箭头 一旦来说呢 现在你多了一些箭头 就说明你当前版本的这个python已经安装好了 咱们不妨先打印一个东西 比方说打印一个cl hello 我们就打印一个hello讨了 好我们看现在是不是打印出来一个hello了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通过一个下载一个python.ese文件 然后咱们进行安装 也是可以把这样python的环境给它配置起来的 然后python安装完了之后 咱们要干一下什么事 咱们是不是说python当中 有很多非常实际应用的库 咱们需要把这些库在它配起来 大家想一想python的咱们想要用的库 是不是还是蛮多的 比方说咱们可能有时候矩阵运算说 想用这个numpy 数据操作的时候用pandas还有咱们画图用matplot 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 关于这些python非常重要的库 咱们该怎么样进行安装呢 比方说咱们现在就想安装这个numpy 咱们该怎么办呢 这里给大家推荐两种方法 一种叫做PIP安装 另一种叫做anaconda安装 这里咱们尤其重点要讲一下anaconda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刚才就是说给大家说了一下咱们怎么样从官网进行一个python安装 其实呢大家如果不想从官网安装一个.ese文件 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anaconda一个集成环境来帮咱们做这个事 下面呢简单来说一下 其实啊这个anaconda它不光给咱们提供了一些python库 它也给咱们提供了python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啊 就是说如果咱们是使用不同系统的也可以选择一个你使用的系统咱们进行选择 然后呢在这点我们看现在的anaconda是一个4.2版本的 它有一个python3.5的version还有一个2.7的version 也就是说呢这个anaconda它不光集成了python的一些库 还把python给咱们准备好了 就是说尤其是推荐大家懒人啊懒人咱们新手该怎么办呢 非常推荐大家用anaconda进行python和python一些重要库的安装 咱们也看一下就是说假设说啊我这里选择了一个python3.5的版本 那么64位点64位32位呢点32位 我们下载完之后啊它也是一个ese文件 对这个ese文件呢还是下一步下一步浏览下一步安装啊 然后等它安装完就ok了 咱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现在安装完是什么样 安装完之后啊在咱们的程序里啊应该有这样一个文言夹啊 叫做anaconda我们看啊 anaconda里边呢它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用文件吧 咱们先看这个啊 anaconda那个promate就是prompt这个文件 它像是一个这个windows里边的一个啊 跟cmd长得差不多了 咱们先把它给它打开啊 这就是咱们安装完之后啊 有这样一个目录 咱们先打开这个prompt这个东西 打开这个东西呢 大家看啊就是说它现在也是黑窗口吧 跟咱们刚才的那个windows的cmd啊 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们在这里啊也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给大家列举了一些命令 就是说当咱们安装完了这个anaconda之后啊 其实它就已经帮咱们把python的环境啊 已经配置好了 它不光啊安装了一些python的库 也把这个python箱的版本啊 你刚才选2.7它又帮你按2.7了 你刚才选3.5它又帮你按3.5了 它已经啊把这个python帮你安装好了 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可以打这样一个命令 叫做conda list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conda list啊就是说 现在我要显示出来 所有安装好的一个包的名字 咱们看啊 一般情况下来说啊 就是说你安装完这个python之后啊 很多的一些实用的包啊是没有的 比如说numpy啊pandas啊metplot啊 这些库你在这个官网上 进行一个python安装之后啊 它都是没有的 还需要你自己去配 但是呢当咱们用这个anaconda 进行一个python安装的时候啊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它都帮咱们安装了哪些库呢 我们看咱们就不找别了 咱们就找这个numpy 咱往下找找啊 我们看有没有这个numpy 有这个numpy对吧 我们看这里numpy是1.1版本的 咱们再来看啊 还有pandas对吧 我们看在那 刚才我看啊 这呢pandas 也就是说呢 这个anaconda已经帮助咱们 把很多python非常重要的库 给咱们安装好了 这也就是给大家非常推荐这种环境 来去配置咱们python的一个库啊 或者是安装 然后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当咱们用这个官网 进行一个这个anaconda下载的时候啊 可能下载的非常慢 刚才我也是试了一下 大概是几kb每秒啊 不知道是我的网的原因 还是其他原因 但是我这个网啊 照理来说是非常快的 如果说呢 大家在下载anaconda的时候啊 遇到了一些问题 尤其是下载的问题啊 这里给大家推荐了一个 其他的下载的位置 我们看 这个下载位置里啊 它有很多的anaconda版本啊 比方说 你就可以下载这个3.4啊 这个anaconda3 4.2这个版本 我们看啊 这有windows版本 这有mac版本 这有linux版本 要对应着一个 你自己的一个 操作系统的一个版本 当时我也会把这个网址 复制到咱们这里 我看是不是已经复制到了啊 已经复制到了 就是说推荐大家 用这个网址进行下载 因为啊 官网下得非常慢 我在这个网站下 大概是五六兆每秒的速度啊 还是非常快的啊 在它官网 大概只有个几kb吧 下得非常费劲 当咱们啊 安装完了这个anaconda之后啊 其实它还给咱们 提供了一种编程的环境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个anaconda里啊 它有一个 我们看 有一个notebook 咱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notebook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它的界面啊 现在起动啊 可能有点稍微慢 它一会儿啊 会帮咱们启动 这样一个网页版本 哎 已经启动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 我们来找一个 我们看啊 这已经有一个 啊 我新建一个吧 还是 在这里呢 就是说 它启动了什么 它启动的相当于一个 notebook版本的python啊 也就是说 接下来呢 咱们可以在浏览器里啊 写一些python的操作 我们看 在这里 我们可以点一个new啊 点一个new的意思呢 就是说 咱们要新建一个python键了 点一个new之后啊 它是一行接一行的吧 我们看啊 现在是不是出现一行啊 咱们还是可以打印一下 print一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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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来看一下 哦 对 咱们现在 我现在这个版本啊 是一个3.5的版本 对于这个3.5的版本呢 它print啊 有一个规则啊 要你要写在这个括号里边 跟咱们这个2.7啊 还不是一样的 哦 这个括号啊 它是一个中文的 应该是个英文的 好 现在是不是打印出一个hello了 也就是说呢 咱们也可以用这个notebook啊 就是说在浏览器里 写一些python 这个东西啊 已经是这个 Anacona 它已经帮咱们配置好的了 但是呢 在这里啊 有一些方便 也有一些不方便 方便在哪啊 你在对一些数据啊 做一些预处理的时候 非常方便 你做可视化也非常方便 因为呢 它可以直观的 要给你提供一个可视化的显示 比方说 咱们在这里啊 就是说 怎么样运行这一行啊 按住shift加回车 shift加回车是一行 再shift加回车又是一行 咱们可以一行 接着一行运行 不像咱们在ID里 需要run一下 是吧 一run就run整体了 这里呢 咱们可以分模块的进行run啊 就是说 这个notebook啊 有一定方便的地方 但是呢 它有一些不方便 不方便在哪啊 当咱们写好了一个比较大代码之后啊 出现一些错误 出现错误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个debug了 它没有这个debug的功能啊 所以说 当咱们要debug的时候啊 咱们还是需要在一些ID 比如说 Eclipse里边啊 咱们来玩这些事儿 那么关于这个anaconda 咱们就来先说这些啊 咱们 先不能先说这些 还有一个重要东西啊 咱们需要带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说 现在啊 它这个anaconda已经帮咱们配置法的一些python库了吗 假设说啊 你现在还想安一个python库 咱们该怎么样安装呢 这里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呀 我想安装一个库叫做tensorflow 这个库呢 是谷歌开源的一个深度学习框架 假设说啊 咱们就想安这个东西 咱们该怎么安呢 这里啊 给大家两个命令 就是说 咱们既然哎呀 先想安这个库 咱们不知道这个命令是怎么 怎么安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打这样一个命令啊 就是说 anaconda 色是杠梯 然后呢 conda tensorflow 这个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看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的命令呢 就是说 它会帮咱们去找一些可安装的包 我们来看 咱们不是要安装这个tensorflow吗 它帮咱们找出来了一堆package 对吧 我们看这个package 第一个是它的名字 第二个是它的版本 第四个呢 是它的一个操作平台 我们看这个操作平台 其实linux还有这个mac的呀 都有对吧 但是呢 咱们现在是一个windows 所以说呢 咱们现在想安装这个wind64的一个版本 哎 那么对于这个版本的这个tensorflow啊 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安装呢 咱们刚才啊 是这个anaconda search-t conda tensorflow 对吧 咱们找一些比较合适的资源 然后呢 假设说 咱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合适的资源 它就叫这个名字 那么咱们该怎么样进行安装呢 咱们可以让这个anaconda 给咱们show一下 我们看就一个anacondashow 咱们来打印一下 anacondashow 然后show什么 show就是说你选择的那个想安装的一个版本 我们看 刚才一个wind64的啊 就是这个 咱们把它复制过来 ctrl加c 再ctrl加v 让他们show一下 show一下啊 就是说让anaconda告诉咱们 咱们当前的想安装的这个东西啊 咱们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命令去安装 我们看啊 这会给咱们一个命令了 就是说to install this package 就是说咱们要安装这个包 咱们需要呢 用这样的命令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命令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呢 咱们粘贴到这儿 直接一个回车 它就能够帮咱们去安装这个酷了 那么这个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anaconda怎么进行一个酷的安装 咱们